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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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們大家好 今天已經是禮拜二了 所以禮拜二你要幹嘛 要趕快來預約報名 不要打在那邊淡地淡地淡 一天等過一天 因為行情是不斷電的 而且好股都有在跟你報報 我們也中天今天早上9點半 同時段也跟大家有做一個 好股報報 好跟他什麼 何剛才倒閉 但是你不只要看節目 最重要是要做東西 因為投資朋友現在最怕的 這個量 真的很可怕 這個行情就是沒有量 我告訴你很清楚 你不要管那個量 台股就是不見長紅 不回頭 所以目前台股沒有量 就只有更高 沒有最高 我都不知道他高點在哪裡 真的18099 你也過了18034 18034那次上來是非常大的量 所以我禁止大家 有些股票不要過最高 你想想看有多少股票在18034下來 到現在根本就沒有 根本沒得討 對不對 如果那時你有避開聽我的話 把股票上來避開下去 我相信投資朋友現在 你很多股票又浮出台面 冒上又冒出頭來 現在很多人告訴我原宇宙概念股 低軌衛星 包括美光的業績又大好 吸的不得了 那會受惠什麼 控制台灣的唯一的晶片 台灣的控制IC晶片就是什麼 就是群年來幫他做 唯一供貨就是群年 對不對 群年那麼簡單的股票 就乾單啊 乾單就好啊 不要羨慕很多一兩千塊 很多股票已經回不去了 真的回不去了 那很多股票你可以複製成功的經驗 所以當然這行情就是漲到什麼 漲到量出來為止 越沒有量 的確操作難度越來越高 又有30家漲停滿 你不用去管那些漲停滿的股票 你只要漲什麼 找一些主生蛋架構 沒有結束股票 你就幹嘛 你就可以比別人 別人看他很開心 很笑味的 就包括這檔立位 很多人問我說老師 那你立位第二次 是告訴我們立位不能買 我錯了 我告訴你 你可以先不用追高 但是立位就是不會跌 因為什麼很多投資朋友會怕他 而且到現在也是沒有量 沒有量 沒有量 你要叫他怎麼跌 而且他已經在天際線上一直飛了 這種股票就是所謂 主生蛋架構股票 永遠拉回你要好好的找買點 不要怕他跌 當然跌 他會 會讓他拖長他的整理的時間 所以常常不小心 你好像沒有耐心的 就給他賣掉 開始大漲 所以嚴格說 我要跟大家談的就是說 11月10號高順 這邊有個五虎將對不對 五虎將這邊 這邊 這檔股票還有3508的位數 也的確漲了一大波 威盛跟宏南西還沒有漲 6118建達已經是青州雨過萬重山 對不對 這個也跟著漲了 那檔股票叫534 那時候 所有的股票代碼就是他最爛 因為他44 所以他漲最少 但是現在這一次不一樣 他漲的比誰都還多 因為他創波段新高 對不對 那回到這個地方 他不是沒有跌破 也是沒有量漲上來的一檔股票 IC設計的封測 封測 他本身IC設計的封測 如果嚴格說 大家認識一檔股票叫什麼 3374的精彩 他雖然跌了 但這檔股票在前兩年前 我有一個諺語 就跟大家分享過 Snowger就告訴大家說 買在法蘭問金處的一檔股票 轉虧為銀的題材 是不是今年大盤最強的題材 雖然那時候的兩年前的精彩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轉虧 那時三十幾塊的精彩 你說便不便宜 便宜的鑰匙 有沒有人要 沒人要 他是做什麼 他就是IC設計 簡單說他就是做封測的 對不對 跟誰同業 跟他一樣同業 為什麼他現在不會漲 他會漲 所以股票都充滿很多機會 迷人的題材 所以你不要等他漲上的時候 你才去彎腰減算石 那半天都沾金條 你要撒不破掉 現在很多人還在問我 精彩老師怎麼辦 怎麼辦 他也不會跌啊 我要跟你談 但是問題他已經不是主流 非主流了嗎 但是如果你真的買了三四塊的精彩 他賺兩倍 如果不小心這檔股票 未來會不會跟精彩一樣 他也是有副爸爸 宏達電集團的 不能說宏達電集團 是威盛集團 因為威盛大家名字 感覺是比較 比較受人家青睞一點 但是就是王雪隆概念股之一 五虎將 五三四四的 五三四四的 立位 今天剛穿的波段新高 差一點漲停板 差一點又漲停板 如果今天不小心漲停板 三支漲停板 我真的沒有漲停板 他想說漲得沒完沒了 漲停板不重要 重要是中股票 就漲停漲不停 今天開高走低 也沒收最低 為什麼他的量爆不出來 大盤為什麼沒有量 因為都沒有 你就沒有 你都沒有 你都沒有追啊 你都沒有買啊 所以大盤就持續什麼 持續漲不停啊 包括融資率也相當低啊 所以一樣你要去找籌碼相當安低 而且剛好從底部冒上頭 第一個 投資朋友在股市上差不多 第一個你不要缺乏耐心 因為每天大盤都漲停板股票一大堆 不要急 有時候等到就等到了 就像這檔股票如果嚴格說出來 在那時候你等的時候 說實在它是最弱 是五虎價裡面最弱的一檔股票 現在是最強的 所以這一波嚴格說出來 很多股票一個月兩個月 漲個兩倍三倍 多的不得了 所以你從這樣去比較極下 就知道說它本身怎麼會貴呢 它實際上現在才不過漲兩倍左右而已 差不多而已 所以才跟你講說這檔股票 目前你就注意 就這樣輕輕鬆動的把錢持續賺 因為它不會斷電的 這檔股票 甚至上一次有一次不小心 它從前波的高點38塊左右 又回來 回來的時候 回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給它彎腰剪個鑽石 已經來到31.5了 繼續買 12月13號 我們又繼續買 那現在川普賺新高 是不是很好賺 所以跟你講說霸王花 就是所謂讓你永遠持續 你的股票會賺不停 也是不斷電 不要怕它跌 你看今天馬上過了前波高點之後 收到前波高點之上 怎麼可能跌呢 一波比一波更高 第一波第三波還有什麼 還有最後一波還什麼 還要等到量放大出來 好啦 這個股票只能跟大家報到這邊 所以接著我當然跟你講一上高 這檔股票絕對不能給大家 但是你可以把電話預約 第一位第二 第一位第一位是哪一檔股票 是一檔給你很甘心的 也是如同25塊 20幾塊而已 都是銅板股 銅板股漲上的力道最強 你是不是可以買很多 是不是可以解藍莓之急 因為很多人會說 老實我180現在下股票 真的人家大盤創破掉 我不只沒有解套 我的了解 不要說你了解 多的人是這種情況 所以你就愛追那些 已經漲完了股票 漲完了股票 這個地方的確你還有個機會 因為大盤這個地方 還會持續創破斷新高 的確我不排除你有解套的機會 但是千萬不要多做文章 你那些股票可能等半年 等到大盤來到2萬點 可能會創破斷新高 但是現在 當下你要怎麼樣去找尋一檔股票 如同像立位一樣 可以漲兩倍可以漲三倍的股票 接著是哪一檔 就是立位第二 不然這支股票 也是禁棚 你也多少按個站字 今天剛剛上來 剛剛起飛的 發達這以前都沒人要 上面都沒人要的 而且這張股票 送給我們會員的聖誕禮物 你說老師沒有我們才一點點 繼續報住 那天收盤你敢買37.3的禁棚 禁止在38塊 而且那時候 我要跟大家報告說 這種股票就利空不跌幣大張 實在嚴格說 上半年公司很誠實的告訴你 我也很誠實的告訴你 我就是買了 26塊 為什麼買它 因為公司的業績 第一季受了原物料上漲之外 它本身業績很誠實的高興 並沒有大漲 但是它一定要漲的 一定要漲 那時候這篇報告的時候 是在約略在5月14號的時候 對 但是公司的營收第一季是不好的 反而是什麼 反而是下跌的 而且包括它有一個公司 有員工被感染了 那時候 市場對它評價不高 它從好好的一檔股票 淨值38塊 結果它跌破到26塊以下 26塊以下 買了 5月18號買了 你要等都等 現在這種股票 如果嚴格說你買的人 最少現在很多人還說什麼 老師我航運股賠錢 我會貨櫃三角怎麼辦 貨櫃三角只有靠雙熊 靠航空雙熊的帶動啊 坦白講 那我已經早就跟你講過了 還要炒生意 那就是等著解套啊 但是話又說有些股票是永無解套之地啊 頂多解套啊 但如果你買的股票 你看在底部的時候 它有沒有讓你套牢 你不是套牢 你只是慢而已 所以過了半年 它持續這個永遠都不會再來 而且 十月份它還來到27塊多 你想要報則 如果嚴格說 以你把它存股的觀念去看的話 真股真的是很棒 它到現在已經慢慢慢慢長上了 而且 冬天竟然 那個你要說 冬天什麼 就是開始就是天氣很冷嘛 那開始會有梅花撲鼻香 它對啊 霸王花 之一 就是這樣子 霸王花就會撲鼻香 但是經過一番的寒側股 就是這種感覺嘛 所以你一定要乖乖把它留下來 這個40塊已經看到了 今天這40塊沒賣的人 你要先拜託一下 不要亂賣 這種股票才你要抱住的話 你才一次可以什麼 把它一次 一檔股票改變你的意思 而且要多買 因為才30幾塊 就如同之前立位20幾塊 現在這種同版股真的越來越少 這兩檔股票在上半段先送給大家 已經送了 而且我上個禮拜就送給你 不是現在 當然今天很多人賺到錢 但都小錢 會不小心要漲了一倍 因為我各位提醒一下 大底完成是在35塊 一般大底完成的股票 只要它業績成長性動能上來的話 那是不得了 因為畢竟它的車用版本身的PCB版 是佔有全市場在全世界裡面 幾乎是它的公司的業績的八成 而目前還有是特斯拉的相關概念股 它是特斯拉供應給特斯拉 還有包括很多電動車 車用電子廠 美國歐美大廠都是用到進棚的才 的PCB版 所以這個地方你不要去羨慕 很多人問我說 老師這檔2368的金像電板 金像電怎麼漲 金像電怎麼漲 未來你看 進棚怎麼樣 幫你討回一個公道來 你要聽得懂我意思嗎 因為PCB這次的金像電漲這麼多 還有包括今天的2316的 你指電都漲停板 這種股票都以前沒人要的 會怕耶 它不是同版股而已 它根本就是 你把它當作投機股耶 以前這些股票都是十幾塊漲上 對不對 現在你唯一的能選擇的 代表這個股票的 的確已經在蓬勃發展 明年的2020年景氣在PCB的設備 這個地方 接著男子電 包括之前是窄版 ABF 現在接著像這種連擊電已經上了 但是的確這一幫成長動力最強的 一檔股票是誰 是2355的進棚 我跟你講真的 我不是跟你開玩笑 你自己看 你看股票這樣看 第一個它是11月份營收 都是上來對不對 今年成長 創今年新高 也是歷史新高 0.89 你看它去年 它成長的是 是多少 7倍耶 親愛的投資朋友 它比男子電還成長幅度還大 為什麼 因為上半年太什麼 它壓抑了嘛 就像 它本身一定要漲 但是被那股價超跌被壓抑下來之後 它一向暴漲上來的那種力道很可怕很可怕 很可怕 這張股票再經過一點時間 你這張股票特別記住 也是我們明年一檔 2022年的 霸王花之一 低價暴漲之一 所以這個地方 你特別要把它留下來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動作 我今天不是跟你講說 你先買立位第二嗎 他是誰 在這邊 在這邊 你先給你看一下 好不好 他只有25塊左右 那如果立位再回到25塊好不好 如果紀蓬再回到26塊好不好 當然是好 他就如同這兩檔股票在那時 20幾塊的位置 這是我的首選 也是你的首選 因為很多東西已經回不去了 你只能首選 未來會大漲的股票 就是他 立位25塊左右 那這什麼題材 就是森達科的題材 那老師森達科喔 對啊這森達科的題材 你不用去羨慕森達科 我會找一檔 飆漲的股票給大家 好我自行做個把握 這個地方 那三半年時間做什麼動作 就把電話撥通就對了 跟我們服務員講說 你要老師的立位第二 我們就自然會有專人跟你做個服務 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0800-370-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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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牛細年來 2021 牛轉乾坤 亞洲投顧 祝您發大財 面付費專線 0800-370-888 0800-370-888 0800-370-888 又回到我們第二個單元 所以你就注意到這個行情真的比我們想像中還強 為什麼 因為大盤你也知道到那個 到明年過年我們的新春開紅買回來之後 外資才陸續回來 但是實在嚴格說 現在外資還在買的股票 你特別要留意 還敢買的股票 包括公司還在發布利多的股票 你特別要留意 當然這個地方還有一個投信什麼作帳行情 包括公司的那個年底作帳行情 對我都承認 但是你不是那個已經漲上 因為作帳也是拉高什麼會出貨 你要買正向的持續迷人成長動能相當高的股票 在哪裡 尤其高價格的股票 既然真的最強的股票 這兩檔 一檔 一檔你也會看的就是大逆光 你看今天最低 昨天最低243年 他已經243年 上個禮拜二 我特別 上禮拜 就是 上禮拜二 這張股票是不是漲停板 隔天是不是在漲停板 連續漲停板 底部股票 這種股票 到大量之後漲停板 漲停板股票 他敢這樣漲上來 當然公司已經跟你宣布 擴廠股已經什麼 已經執行完畢 他不是真的這個利多 是明年本身他的業績的成長性 會相當的可怕 會相當的可怕 因為他是報復性的反彈 所以這種股票當然兩千塊 對大有些投資朋友覺得他很高 但是如果畫出來 這種股票我們選第二個 那就是群年 因為他業績也相當好 而且今年特別沒漲到 已經拿五百塊 五百塊 如果嚴格說 這個月線你自己看 今天到底是月底的 剩今天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就是這幾天功夫了 他肯定可以 那個月線連三紅 月線這邊連三紅 我請問你 他去年高齡在哪裡 六百二十塊對不對 那今年的前波高齡在哪裡 是不是五百三十八塊 五三八 那當然你有還原那個全息的話 就除息的話 他剛剛一年是配兩次 他剛剛十月十二月二十一號 剛剛除息完畢 十塊錢 現在這個新聞相當的大 投資朋友也知道 美光本身 要跟聯電可以重新的再合作 要感謝這個群年 對不對 他背後的幕後工程就是群年 他把他們兩個喬好 所以為什麼他做這麼好的事情 因為對他來說 就是兩邊他都可以得分 和解之後 他的最大受惠股就是群年 群年跟美光的關係非常好 而且台灣唯一的 控制晶片的一個合作的廠商 就是群年 那群年又跟聯電什麼 聯電最大的客戶就是群年 就這麼簡單 所以當然群年以後將來什麼 一定他的成本的控制得益之下 在這段時間他沒有漲到那麼什麼 他受了有些小微的影響 但美光已經可以宣布了 元宇宙 當然大家講到元宇宙 元宇宙 實在很多人說這個題材量不大 現在錯了 元宇宙他已經告訴你 他記憶體 Name flash 第一體這個地方 他用的量會非常非常大 所以明年肯定什麼 你用膝蓋想也知道 那是低倫族群啊 對不對 還有包括PCB裡面 也是一樣跟低倫有關係 都一樣的 這種股票都還沒有漲到股票 你特別去留意 你為什麼一定要在那個 今年漲了很多元宇宙 大漲股票多做文章呢 當然我也承認說 這個地方你可能賣不下去 我不是叫你一定要賣 但是你要勇敢的 把你真正一個新的資產 轉移到什麼 一些真的今年低位階的股票 這樣這套股票你自己看 我們那時買完之後 也是沒人要 468 10月21日要除了10塊錢 多賺10塊錢 你知道這項股票的大底完整 440塊 440塊 如果這樣講起來的話 這538 那大盤沒有量都敢漲 現在大盤是沒有量耶 高價股幾乎 也是法輪都在修學 他都已經這樣子了 所以不要介入這個508啦 有時候你就問了他 他眼睛閉著啦 這個一當 這種股票一旦 明年開春之後 你要買點低檔都沒有 那當然這種股票是比較高價 就有錢的 最愛 我就叫我們會員 買10張20張壓著 不能賣 508也不能賣 為什麼不能賣 因為他一定會最高的 這樣簡單一句話 那低點呢 低點的話你就看著辦 搞不小心有那種 那種大盤有點回來的利空 多少點低點 但你要買在這邊難 這個地方你自己看 今天早上都不願意再來了 好了 所以說接著要怎麼辦呢 所以題材很重要 就是元宇宙概念股 元宇宙概念股的話 當然他的題材的比相當的大 所以也不要去忽視這個力量 所以接著當然立位第二到底是誰 當然因為大盤沒有量 很多他的五虎教裡面在修行 那些股票都要續爆 但是我給你一檔股票 25塊如同在立位在25塊 如同進棚在25 6塊的位置 你不買會太可惜了 就是他 他題材就是3491的森達科 森達科我們大漲 你看看森達科 10月以來大漲快兩倍 不是1638 是兩倍 如果不小心這張股票 會不會跟森達科的帶動 大漲 我覺得機會相當大 所以歡迎你不小心 今天會不會現買現賺漲停板 好好的自行做個把握這檔股票 好記得把手續辦好就好了 專人清貸等你喔 祝大家操作順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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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